云林北港的朝天宮 是一座历史永久的媽祖廟 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每年农历三月 全台肖妈咒 这对北港人来说 更是年度的重要大事 能不能告诉大家 这北港的朝天宮 妈祖有六个历史了 他从康熙三十三年 妈祖请到北港这边来 而且是台湾应该算是 最早从梅州请妈祖过来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尊的话 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梅州请过来 相传康熙三十三年 树壁和尚将福建魅州 朝天阁中的妈祖金僧请到台湾 在笨岗登陆 也就是现在的北港 当时把丞相安置在古井上休息 没开始 妈祖神像却搬不动了 后来拌签字 才知道原来是妈祖要在此地建庙 这就是北港朝天宫的由来 如今朝天宫正殿妈祖正下方 还保留了这一口福建 你站在这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这座庙呢 它其实除了香火鼎盛之外呢 还有它非常迷人的地方 就是它整个的建筑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藻井呢 这个藻井是民国以后在征建的 以前它没有多一个藻井 对 它比较矮 因为这边的香火太平盛了 所以来拜拜了 高兴 高高兴就进来又哭了 所以那香火太平盛 会产生的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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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那时候比较矮 现在比较矮 所以这是民国以后呢 它才做的 但是真正的那个老的龙柱 在后面 后面你就看得到它那个 台湾最早的龙柱 可以带我去看嗎 好 来 不用 这支龙柱 就台湾所有的那个龙柱里面 唯有年份最早的 就是乾隆以为您 这支龙柱 它有一对嘛 所以这个龙柱那时候 就已经在了这个 那等于是说 应该是这一个庙是比较 這個地方應該算是… 這是移過來的… 本來是在大殿移到後面 這邊有年份 一般我們留年會都看這個 全龍一月,移位年,那月 這裡有蜂蜂嗎 對… 這裡已經讓人蜂蜂蜂蜂 蜂蜂蜂蜂 這裡已經讓人蜂蜂蜂蜂蜂蜂了 你看,這裡的蜂蜂 這裡有跟我們說蜂蜂蜂蜂嗎 沒有 它是開展主廚 那當時他們也是坐船過來 所以台灣很多建材 都有從中國大陸過來的 哪邊看得到 來,我們看地上這個 這個都是蜂蜂蜂蜂 你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看到手印 手印有沒有 在那個時候台灣跟內陸的通商 蠻密集的 就是在嘉慶年間以後 就跟他們的通商非常密集 整廟的後面就是早期的馬道 你說這個後面嗎 廟的正後面就早期的馬道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話 廟的正前面的話呢 是整個的商圈嘛 整個商圈 那其實早期的時候 真正的商圈其實在後面 反而是在廟後面 不在前面 廟後面 這邊現在看得到港嗎 現在看不到 所以它要繞出去 那因為後來有合唱改大 合唱改大的話 所以現在整個模型 當時那個岩石嶺開台那個時候 但是最早的都是在 都是從後面 不是在這邊 那這邊的商園魔術的格式 是因為馬祖來的 像我頂聖 趙教堅一定是從前面 所以廟的正前面才是一個 你商圈才能力量出來的 後面有一個拿雞 當時都會聽銀子銀的聲音 什麼聲 銀子銀的聲音 輕輕輕的聲音 銀子銀是從的 就是錢啊 農園的錢 銀子銀 那時候叫北港還是叫笨港 那個時候叫笨港 從朝天宮廟口延伸至 北港大潮的北港旗向商圈 是早期它往北港溪口的 通商要道 廟口前最熱鬧的中山路 才可以看到不少巴洛克風格的 老式建築 這條市集就變成 因為馬祖廟在這邊的市集 產生就變成一些祭司用品 包括拜拜的金床 飯和飯和飯店都吃到這條市集 大家來這邊拜拜 一定要在這邊買東西 對嗎 來這邊買東西以後 除了給媽祖吃之外 自己還要帶回去吃 然後除了自己吃之外 介面零件 也要帶一些冬路 對不對 要買一些東西 大家吃 回去給他吃餅 你像我們現在看的這個菜家 它也是屬於賣技術用品 技術用品發的時候 鍋碗 調粉都是 但是就是做那個 滑滑的 滑滑的 所以這個菜式家族的話 當時也是算是這邊的旺族 它是旺族 它好像看起來有三間點 這邊應該是 不然啦 四間點 這三間 北港早期 因為是河港而繁榮興盛 這一條充滿歷史故事的 就是中山路 有一個很古老的名字 叫做宮口街 當年依著大廟討生活的 傳統經濟模式 也流傳了下來 沿著宮廟周圍的 老字號商家更是不少 老闆 你好 你們這邊拼不料不少 對 品項很多 品項很多 有哪一些 最暢銷的是我們招牌的重運餅 那是用我們每天大造炒 現炒的滷肉 加鹹蛋黃 豆蔥跟綠豆沙 做成的重運餅 現在有很多人結婚的時候 吃飯中嗎 有啊 有 也是有嘛 現在經營比較復蘇的時候 它一直 餅乾也會慢慢的越來越多這樣 你知道以前好結婚的時候 都要送大餅對不對 人一定要送大餅 有這種 這就是大餅 這又不一樣嗎 這更大的 所以結婚其實要送這個更大的 對 三斤的 這是三斤的 這邊這個呢 這是兩斤的 還有一斤的 所以以前都是... 餅乾都沒有 是分大小塊 還是分說幾斤… 以前說金 所以這個叫做金餅 金餅有的人 它變成是說 我嫁給女兒 我要吃幾千斤 幾千斤他就要開始送了 我一千斤要放幾斤 如果我放得多的話 我就會把它做得更大塊 當然是越大塊出來 你的感覺如何 收金是常人收的嘛 看不到嘛 對 鐵餅大家都看不到嘛 所以這塊餅就代表 它的身分在那裡嘛 對 餅不能熟對不對 餅一定要大塊的 如果我身分 我沒辦法穿一千斤 所以如果吃一千斤 你想說我們家就大 我們家好餅 我們家用好餅 所以這個叫做炫富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呢 土好餅的是什麼 土好餅的就是 小餅 小餅 土好餅 這就是土好餅 你幾代啊 已經第四代 你看已經傳承第四代了 好餅啦 對 這早期製品的都有 都是有錢人啊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這個中山路這一排的話呢 很多那個做餅的 全部都是有錢人 然後這有錢人的話呢 你要從哪裡看 除了他們賣的東西之外呢 好好看這家庭 看裡面...看裡面的那個 望不到鏡頭耶 可以進去看嗎 這樣參觀一下 你看裡面 竟然我們先看大庭大棗 對 要看大庭大棗 如果棗越大 Kamen都好去 看...看大庭 這棗有夠大 裡面看大庭 這真的以前就放在這裡嗎 對 但是這是已經 後來有經過翻修了 因為其實以前的 耐熱磚的技術沒有這麼好 對 這個...這個棗呢 從我們在這裡立業以來 民國十六年開業到現在 其實已經有經過第二次的翻修了 這個大棗 是我們每天早上 在炒我們鄉旁邊裡面 所屬用到的地板 我們早上一定用新鮮 填炒的地板 到現在來說 都還是保持著用木材 這個...傳統的做工這樣子 讓那個肉有那個木材的香味 裡面呢 它這是... 你們這裡是天氣嗎 這裡是天氣 你走在這裡一定是天氣 這裡不是通風 通風的地方 這種建築結構 就是在早期的那個 巴洛克斯建築裡面 很經典的那個羊樓式的 所以裡面就要用一種方向 快點 你買一斤 買兩斤 都有喔 你們在哪裡來的 有 要用的這個 我現在有做的 你這裡很厲害 你們北港人 沒有啦 回家後就不再燙了 謝謝 要多買單 要多買單 真的要多買單 謝謝 阿姨 妳買幾盒 妳買幾盒 十五盒 買十五盒 那麼多喔 把它都買回去送人是不是 是 你們從哪邊來 我們從桃園到西 大西 大西也是那個啊 有很多的老店對不對 對 也有賣壯元糕 也有賣壯元餅 這邊的糕子 哪邊啊 妳有來吃過了嗎 對 我每次來都會買 這邊全部都是老主顧了 對 每次來曹天宮 一定都會來這一家 是必買的飯手禮 好吃在哪邊 好吃在哪邊喔 好吃吃得很順 很香 曹天宮香火鼎盛 也造就了肥港糕餅產業的新鎮 光是廟前中山路的肥港商圈 就有三十多家的糕餅店 每年可以創造出上億元的材質 要頭打兩刀 來 六十 謝謝 妳經常來這裡不買嗎 對啊 妳是住這裡的人嗎 我百港人啊 妳百港人喔 對啊 百港人每天都來買紅骨粿來吃 我跟妳說妳就要賣了 我是第三代 妳是第三代 對 妳第三代跟這個 這個是第四代的 第四代 真假 真的喔 妳第三代跟第四代買 對啊 我要交我也要來買 哪有可能說 哪有可能說我來幫妳攪就不用買 她要賞妳便宜吧 不用… 這個要便宜耶 不簡單喔 妳看光是一個紅骨粿的話呢 撐起整個家族 然後現在已經傳到了第幾代了 第四代 第四代 應該是第七代 應該是第七代 我們第一代的叫楊瑞森 那他以前呢 並不是在做紅骨粿的 他以前是所謂做糕餅 糕餅都包含什麼 土豆腾 是 做大餅 然後做新港阿美 新港阿美就是現在所謂的新港 其實它有一個正名叫做 鳥騎阿騰 也叫北港 我們現在後來知道的 都是新港鷹嘛 但是其實早期的話 那個鷹其實是從北港這邊的 對 是從日本化轉過來的 阿美的意思就是湯果 對 那它就是一個鷹的意思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以前最早期 其實應該說 行過阿美這種東西 其實是我們楊家發明的 我有獎狀可以證明說 這個名字原本並不是叫新港鷹 叫北港鷹 怎麼獎狀呢 你看它這個其實都已經 受草很嚴重了 你看這個就是北港鷹了 就是剛剛你講的嘛對不對 它並不是新港鷹 這個時間的話一樣是大正 所以你們在大正年輕的話 拿了不少獎 三張 這個是大正六年的 然後它一口氣拿了三項的金牌 這都是一等賞的金牌 這一個最厲害 來 注意看喔 這個菊花 菊花是代表皇家 日本皇室 對 皇室他們的徽章 櫻花代表國家 我們兩個都有 我們得到國家的認證 也得到皇家的認證 然後它是名字三十六年 這一張是全台灣者所有高屏見 第一張獎狀 在我們家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 想說要回來繼承家業 我原本沒有打算回來 是因為我爸突然過世了 然後留我媽媽一個人在這裡 我不放心 然後想說 好 那我回來做 主要是要回來陪他啦 對 那真正有去研究這一些事 這兩三年前才開始去研究的 所以你現在都專心在做紅骨粿 對 然後我看到你還有一個 研發新的產品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一個呢 是 這是什麼 這是地瓜 這是地瓜 對 另外都是用地瓜下去做的 那我稱它為四四如魚 它做得好漂亮喔 就你現在除了那種 傳統的那種高品之外的話 現在也在研發新的口味出來 這個做紅骨粿以前 你看到紅骨粿好又想到 拜拜 然後呢 喜慶的時候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是竹鼻嘛 對不對 竹鼻都自己養的嗎 對 沒有錯 這個方式呢 你看外面是紅色的 裡面是白色的 這個叫金包銀 把福氣包進去 把金銀財寶包進去 讓你吃完大財 而且我們的花生啊 你看喔 一般的花生呢 它是粉狀的 我們的花生有沒有看到 它有顆粒 對 對 它一顆一顆的 這是我們北港在地的花生 所以吃起來 你可以吃到花生的口感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 我們家的古董 這個就有歷史了 對 這個是我曾祖父那時候的 這是什麼 這是壽桃 就是做壽桃的 對 還是做紅骨粿 紅骨粿在後面 紅骨粿在後面 所以它是兩面的 它是四面的 這邊是魚 對 這都是錢 所以一個磨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東西 對 沒有錯 剛才那是紅骨粿 這是做什麼 這是隔仔 這是做隔仔 對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做隔仔的 對 以前做 類似做綠豆糕那種 那種綠豆糕以前那麼小顆 對 你要不要吃吃看 每一個磨子的 它的重量不一樣 不一樣 其實每一個磨子啊 由我爺爺顆的 對 曾祖父顆的 對 那這個年代你應該都不知道 這個年代都不可靠 這個年代應該不知道 對啊 你看它這個 算了 為什麼 你們拿手牌 為什麼 有弄到算 對 怎麼辦 我要在這邊做長工了 傳統糕餅業能夠傳承到第七代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原本從農曆年後 到媽祖誕辰的聖香期 香客是絡繹不絕 但因受到疫情的影響 現在生意是銳減了 於是楊培龍想出了變通的辦法 除了不斷的研發新口味之外 也把傳統糕餅改良成精緻小巧的 伴手禮 和電商合作開創新的客源 我希望北港其實在大家眼裡不是說 單單就只是說來北港拜拜 我媽說我拜拜 那遊客不單單只是鄉客而已 但是變成我們在地的遊客 然後來這裡多逗留一些時間 然後多了解北港的文化 來北港可以吃到好吃的小吃 可以參觀美麗的古蹟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有更不一樣的一些特色 在北港有很多像楊培龍這樣 傳承百年家業的新三代 除了糕餅業 另外一個大家較為熟悉的 就是麻油產業 我們北港就是比較 大家做這種方式比較多 傳統冷壓方式是先炒 冷卻之後再抹粉 再蒸焙 再壓炸 一步一步的來 慢慢來 慢說出戲 這種東西品質比較穩定 吃的東西比較好吃 比較香 它做出來比較古早味 所以我們北港的麻油 比較有那個貴口 北港地區的土質寒沙量高 適合種植芝麻花生這一類的漢作 也因此讓北港的自由業 相當的興盛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 像這樣傳統的自由方法 也越來越少見了 我當初我不一定是做這個 是我 我老爸有沒有 他車禍 我再下去做 我是15歲 在旁邊當他的助手 之後他車禍我再下來住 就直接當師父 有沒有 硬當有沒有 硬當 就住 有沒有 做到現在 陳柏祺是北港傳統麻油 世家的第四代 每天一早和老婆兩個人分工合作 至少得工作八個小時 才能做出一桶三百台金的麻油 從父親手中接手已經有百年的 家族事業 他勇敢挑戰走出不一樣的路 我覺得傳統產業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故事性 有故事就會有延續下去的生命 像我個人就是結合我們路戰隊的精神 因為我本身是海軍路戰隊退伍的 所以我會用這個海軍路戰隊的風險 做我的小故事這樣 加強我的商家印象這樣 也是臉書方面 或是說IG 或是LINE大家互相搭廣告這樣子 我是用這個方法來拉 拉年輕一輩的族群這樣子 到台灣各個地方 你沿著那個廟宇的中心這樣子 到處去逛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些不一樣的味道 要把腳步放慢了 你看到這個在地的東西 這個不得了 這個現在應該看不到了吧 對 僅此一家別無分 這一家的特色就是 女生要做勞工 男生要寫字 就女生是負責編織 男生就負責寫字 畫圖 以前這種紙燈籠是這創什麼樣的 就是擲爐 就是種爐主 就是每年輪子的爐主 爐主就要類似早期的那種狀元 對 所以狀狀的不少 在這裡髒燈結材嘛 對 髒燈叫這個 在我們民間洗舌裡面 分上洗線都有用到 對 不光是外被用 這有種不一樣嗎 那這個用布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破 是 它又可以收起來 像這個可以收的是不是 這個是可以收的 上面的話 土外有沒有什麼講究 這個有一公一母 一個公的一個母的 這一公一母 對 我們將就這個 這個信仰 由大小出分 大平小平 看起來好像一樣 看這邊 哪裡 看你 你這邊有胡渣有沒有 男生才會有 男生才會有胡子 女生沒有胡渣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邊就要在這邊 他會算大平嘛 對 從外面看起來 這邊是大平 這邊小平 對 所以左邊是男生 對 然後右邊 左青龍右白骨 所以這回去也不能亂掛 對 掛到 它有風向性 大橋之分 對 你第幾代 我是第五代 第五代 後面這邊呢 第六 已經第六代了 他有練過書法嗎 沒有 載哥 你有沒有練過 沒有 那你怎麼寫得那麼好 自己練 自己偷練 自己偷練 爸爸有教你嗎 有 他不是只有寫而已 他連畫他都會 你這樣子畫一個的話 大概要畫多久的時間呢 沒有辦法直接這樣計算 因為它好幾個顏色 我們都是要 一色一色慢慢疊 對 那主要都還是要等它 乾燥的時間會比較多 一定要等到前面的 全部都乾燥 才有辦法再繼續 下一個步驟 他怎麼會想到要回來 他就家裡的工作 還是需要有人傳承吧 這間創立於1866年的燈籠店 在北港已經有超過 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了 第五代傳人林聰賢 當初因為爺爺中風 才硬著頭皮 接下重擔 慶幸的是二兒子林應騰 願意回鄉繼承一波 才度過百年家族事業的 失常危機 他說這是他向媽祖拜求來的 北港人對媽祖信仰的行程 朝天宮正門前的中山路 被稱為是靜香大道 百年來仰葬媽祖的香火 各行各業 隨著香客的需求興起 也孕育出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 飲食物化 你知道嗎 理事長說 推薦說一定要來這一家 為什麼 因為他說全台灣的 所有的鴨肉飯 創食店 創食店 都是來自於這一家店 對不對 對 今天嗎 真的 你不會引起那個高雄 台南的鴨肉店老闆的抗議 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鴨肉還是在我們這邊出去的 老闆娘 妳趕快要介紹一下 妳們的鴨肉 好 來 來 介紹一下妳的鴨肉 其實我們的肉都是來自於 漁林這個在地的食材 因為漁林本身就是 養鴨人家居多 我們的鴨肉都是很簡單 堅持原味 新鮮健康的 就是這麼樣簡單的料理 你可能吃到的都是沒有過多的 天家屋 好像鴨肉飯 就是手工切絲 配上我們林家南的蜜 對 然後在地的醬油 我步不及待想要趕快吃 因為我在旁邊的時候 已經聞到那個香味了 原素很重要 就是新鮮 你可以吃到鴨子的味道 可以吃到醬油該有的 本身的味道 對 妳那個醬油的話是 沒有再熬過是不是 沒有啊 就是單純的醬油 我加上其實高湯 鴨子煮鴨子的高湯 還是妳有放那個鴨油沒有 有鴨油 一定要有鴨油 鴨肉飯要有鴨油才好吃 對 那好香... 它這個湯真的非常非常的甘甜 妳好像也沒有放... 就只有放醬汁 醬汁跟牛巴 就這樣 好好喝... 你說它這裡面是什麼 你們的那個... 這個是鴨油炭 對 很嫩喔 它是鴨油幾碗 真的還假的 鴨油用吸的就好了 鴨油啦 這個肉是肉 鴨油是鴨油 對不對 這一般人會知道要吃這個嗎 這個因為限量 這個是隱藏版的東西 限量多少份 限量一天都十份 真的假的 只有十份而已 對 這個只有十份 那其實這個燉湯有180個 那沒辦法 觀眾朋友們 你大概也吃不到 你說這個白切的話 是用幾天的鴨油 我們所有的鴨油 差不多將近90至100天 90到100天 對... 這時候是最嫩的時候 對... 然後要沾這個 對 這個是比較... 當地人最喜歡吃的紅醬 這跟台中跟台南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番茄醬 可是番茄味也沒有那麼重 對 它帶有一些一點梅子粉 對 對不對 這個是北港的小吃都會用這一種 是番茄醬 鴨肉飯這一道古早味 可以說是北港人 另一晚就信仰了 許多北港遊子回到家 一定要吃上這一碗 維香飯 雲林地區養鴨產業新生 當然也衍生出不早鴨肉料理 如今更是由客來到北港 必吃的美食 這整個行動都比較漂亮 你知道這兩個是什麼嗎 千里野生蜂蛾嗎 是嗎 這個是賭神的主司儀 是嗎 賭鳥要拜他們 一個鴨頭看一個鴨頭聽 賭鳥你就不會輸了 我嚇一跳是不是用不到 這個裡面當然放金銀豬吧 真的假的 真的啦 這麼好養人 這個阿嬤裡面也有一面材料 穿梭相後回到笨港年代 走在當年桑古原籍的暗雞仔 體驗北港小鎮的百年風華 在媽祖的庇佑之下 北港商圈傳統融合創新 要讓更多的人認識不一樣的 北港文化 社區營造是一個公共自理模式 如何運用當地的自然歷史 與文化 創造一個具有特色的社區 位處於大漢西旁 半橋福州的大型社區 從規劃設計到施工 始終都保持著環境有趣的觀念 武昌城建築師潘映如總監 除了保留原生的生態系統 還將綠色狼帶呢 串連起整座城市 同時他們也讓陽光 空氣 水 自然地在社區流動 達到綠色減碳的目標 我們發現了一個好的居住空間 是如何融入社區 融入環境 而位在雲林北港西畔的老社區 北港 是台灣最早社區發展雛形的所在地 從水到碼頭 再到朝天空媽祖廟的發展脈絡 一個社區帶動起了整個商業文化的 歷史長廊 走在北港商圈 你可以了解到老店 是如何延續北港人奮鬥的精神 一代傳過一代 宛如香火一般傳遍整條大街 讓台灣各地民眾絡繹不絕 來到這座城市當中 感受北港的無窮魅力 我 找到台灣的頻率 台灣六十個字 老闆 你跟他講好了 這個 本來就斷了 真的 你故意來我 我嚇到你知道嗎 而且是我用斷的 你什麼時候弄斷呢 我回來那一年 你要加慧我 害我嚇到說 天啊 我要在那邊當長工了 你知道嗎 害我好愧疚喔 很壞 還故意叫我用手拿